温二朝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 魏英心神复杂地看着面前对自己害怕,惶恐的温潮,可又想到回。 肃前,自己这个堂哥的下场,心虚地扣扣鼻尖,又想起这一世所发生的事,便镇定自若地看着跟在温潮身边的一大群温家修士,疑惑询问。 那个,吴县啊,这,我来这当然是为了让你回岐山不夜天啊。 这些人当然也是未来能再将接你回家营造氛围的阵仗。 温潮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魏英,身体的本能让他脱口而出地迅速回答了魏英的话, 身怕晚一会,自己再次小命不保,也完全忘记了他们现在是堂兄弟的关系。 哦,那我们走吧。 蓝湛,我带你回家。 魏英无语地看了温潮一眼,眼中是哭笑不得,却在转头看向身边的人时,温和地对身边自从看见温潮就保持警惕的蓝望鸡道,手还不忘安抚地握着蓝望鸡的手紧了紧。 嗯好,我们回家。 蓝望鸡看见魏英眼底对自己的担忧和对自己的宽慰,也终于冷静下来。 想到了温潮现在是魏英的堂兄身份,这才渐渐放下警惕,牵着魏英的手。 两人身后跟着温潮一起去了奇山不夜天。 望线两人拜见了温若寒后,魏英便先送蓝望鸡回了自己的小院春辉店主卧。 安顿好蓝望鸡,魏无线再次回到了温若寒的书房,在里面跟温若寒谈了一个时辰左右才出来。 从那天起,魏英每天除了专心陪着蓝站在自己的小院中做自己的研究, 就是偶尔接到奇山的百姓们求助,两人结伴一起前往,始终保持着逢乱必出的品质。 三个月后,温家清谈会,百家受邀请前往奇山不夜天。 望线二人在奇山不夜天城的这几个月里, 魏英每天除了要有两个时辰的固定时间,在蓝站的陪同下一起学习处理宗族事务外。 魏英还要每天一日三次的喝药时间中与温情斗智斗勇,直到蓝望鸡的出现。 在蓝望鸡的陪同下,故作坚强镇定地接受着温情对自己进行针灸、喝药、治疗。 魏英在睡梦中接收了自己两世记忆,醒来后与温情,蓝望鸡两人商量后,将本就已经出现裂痕的金丹彻底自散了。 也因此将他一直以来伪装的很好的健康身体彻底暴露了出来。 众人这才知,魏英的身体其实早已千疮百孔了。 也因此,温若寒与温情,蓝望鸡三人商量着来,把魏英每天的时间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蓝望鸡知晓魏英在福传,阵法,上面的热衷程度,知晓魏英的第一世在江家都学习了些啥,知晓魏英在江家过的生活。 于是乎,他陪着魏英一起,在魏英身边安慰着他,鼓励他。 两人一起去学习那些魏英曾在江家没人叫的东西。 与那些魏英在江家从来不敢明目张胆学习的一切知识,蓝望鸡心甘情愿地陪着魏英学习。 心疼且温柔地哄着魏英乖乖接受针酒和吃药,蓝望鸡他乐在其中地宠着魏英的所有。 这天距奇山不夜天开展清堂会的日期仅仅只剩三天的时间了。 奇山不夜天的附属家族们大多已经到来,有些家族还在赶来的路上,一些家族还未从家里出发。 奇山不夜天的少主魏英为无限的春灰殿中冲破天际的而一道红蓝香交融的灵光引来温家之人的动荡。 父亲,父亲,无限他,他,温潮看着魏英小院的那个方向,胆寒不已,慌慌张张地来找自己的父亲,却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此刻的害怕,结结巴巴地吐不出话来。 潮儿,阿英他从接金丹了。 温若涵眼神复杂地看着红蓝香交融的灵光,淡定地给小儿子解惑。 父亲,发生了何事? 哪里住着谁? 温婿已经闭关了有一段时间了,因此不知道在他闭关的这段时间,家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不知道他的父亲已经确立了齐山温氏未来的宗主继承人,也就不知晓,齐山温氏如今的大转变与他的弟弟温潮那个他一直都当蠢货看待的人息息相关。 温若涵在自家小儿子温潮过来前,是有些担心那个命运多船的哲儿的,也打算带着温氏自己的新妇长老们前去查看情况, 可却发现,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靠近春辉殿小院周围十米的距离。 就在温若涵考虑要不要带着众长老硬闯春辉殿时,魏英的声音突然在温若涵脑海中响起大波, 不要冲动我和蓝战已经突破了,麻烦你把周围的人全部撤退春辉殿五十米的距离,并开启齐山的护踪结界。 温若涵听见魏英的声音时,疑惑不解地看向四周,却发现只有自己听见了哲儿的声音,内心惊喜不已,也终是放下了心来。 不知自己哲儿是否能看到,听到自己的动作和声音,却还是对着春辉殿的方向点了点头道好,我这就亲自去开启我齐山的护踪结界。 温若涵随后对身边的温绪温潮吩咐到旭儿,朝儿你们,待人,将这里守护好,不得让任何一人打扰此处,凡试图靠近这里者,一律格杀勿论。 温绪温潮恭敬对温若涵行礼事,父亲,孩儿遵命。 温若涵见两儿子的回答,这才带着大长老和四长老,五长老离去。 其余心腹二十四位长老,全部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身边一起守着。 望线二人的突破,是温家上上下下都始料未及的。 可就算是这样,温若涵还是在最快的时间没反应迅速地听从了魏英指令。 不仅亲自带人去分散齐山不夜天中的所有人下山,还不忘开启齐山不夜天的护踪结界。 温若涵在齐山脚下看着被结界覆盖的整个齐山不夜天天呈。 这才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心腹长老们,以及忠心自己的温家修士们静静地守在齐山脚下。 这一守候就是三天三夜,也让温氏的清坛会延迟了时间。 半个月后,仙门再次受邀请前往不夜天开展清坛会。 清坛会上,主家温若涵迟迟不现身,大儿子温旭和小儿子温潮表现出从来没有的和睦,共同接待着来客。 金光扇打量着周围聚在一起聊天的众位家主,内心不知为何很是不安。 可他又不知这不安从何而来,便努力压下,与周围过来找他攀谈的宗主须与委舍。 眼神依旧观察着周围人,似乎还是想努力去找出自己心底的这么不安从何而来。 场上温家大公子温旭带着温潮和大长老在接待仲家。 温二公子不想与自家兄长在这样的场合发生争吵,便自主去接待小辈那边去了。 温家宗主温若涵在看着魏英和蓝湛两人成功历劫后,关心完二人后,便让二人去休息了。 他则带着温旭和温潮兄弟二人去了自己的书房。 续儿埃英是我温家三公子,也是我温是未来宗主的继承人,你可有什么要说的。 温若涵一改刚刚在魏英面前的温和,眼神平静,语气淡淡地对温旭道,父亲这是收对方为义子了吗? 温旭虽然害怕自己的父亲,但关系到温家的未来,他不得不慎重,顾问道。 不是,他是我们亲叔父的孩子。 温潮幸灾乐祸地开口。 亲叔父?温旭疑惑看着自己的父亲和温潮。 嗯,我有个亲弟弟,当年温家暴动时丢失,如今在得知消息时,他只留下了一个孩子于这世间,如今我既已找到,万万不能让他继续流浪在外。 温若涵开口道。 好,我同意父亲的决定。 温旭听了父亲的话,坚定地看着自己父亲道。 嗯,你现在还不认识埃英,我刚刚也没介绍你们认识,等他休息好了,我再正式介绍你们认识吧。 温若涵缓和了语气。 是,父亲。 温旭恭敬道。 在温旭的心中,只要不是这个愚蠢的弟弟温潮继承家主之位,是不是自己都无所谓,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的弟弟。 这也是为何半个月后温家的清谈会上,温旭和温潮难得的和睦。 而温若涵和魏英,兰旺姬却始终没有出现,却没有引来其他人的不满的原因。 兰家宗主清衡君带着两个长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眼神看着周围,期待着能看到自己的小儿子,却注定是要失望了。 兰少宗主兰欢兰西辰带着兰氏弟子们去小辈那边,也隐隐在期待着自己的弟弟在场。 可看了一圈也没看见时,失望地想去问问温潮,却总被人打扰。 聂家宗主聂明爵带着两个长老在正厅参与宗主们的会谈,聂二公子聂怀桑带着聂氏弟子们在小辈场,手拿扇子遮住自己的半张脸,眼神小心翼翼观察着在场的同辈们。 金光扇看着温家主位始终空着的位置,也不知为何心中的不让让他开始了若有所思起来,表面却依然笑容满面地跟着来找他的人说着话。 金光扇看着清衡君那似乎在找什么人的眼神,心中有什么一闪而过,快得让他一时抓不住。 又看到聂家位置上的少年宗主聂明爵,想到他父亲的去世,被自己引导着与温家节的仇,心中对其的鄙夷让他将自己内心的不安彻底忽略了。